像昨天韓市長喊出說柯文哲像空氣槍一樣不會硬 然後更回憶著柯文哲的支持者把選票留給頭套 不過柯文哲今天早上就回應說 韓國瑜是受到壓力配合氣爆 那因為韓國瑜自己現在跟他做的不是這個樣子 那男人現在是在操作要氣鍋拉開跟氣泡 另外柯文哲昨天說猴子不是爬到樹上屁股台紅 那換國瑜講這隻猴子爬到樹上一樣是屁股台紅 大家知道嗎 韓國瑜我看阿公這個事情集中選票支持侯康佩 然後把他內心的話要捍衛中華民國過台灣這個心情 這個事情已經講了好幾次了 尤其在肇事產後我就聽過兩三次以上 所以韓國瑜的目標很清楚 要完成政黨軟體免子需要治安 至於剛剛講的要抹黑抹紅是傷害民族自由 在選舉這個最重要的關鍵時刻不需要做這些事情 我們還是大家面對事情好好的集中選票 支持柏康佩 完成最後一旅路政黨文例 那為了講他講說屁股紅的這個東西 你覺得真的攻擊 我從來都不會做棘手不義務事業人士 棘手不義務事業人Mainter 我們價價派台 認真努力 由台灣人的信由 勾引 勾引 贏得最後的勝利 有關韓國瑜說 柯文哲主席是空氣槍 不會贏 那要大家同侯康這部分你怎麼看 昨天晚上的造勢活動來講的話 我們線上就超過9萬人觀看 然後實體的這個參與人數呢也超過5萬 所以簡單說我們有超過15萬的這個支持者 在主席的昨天晚上的造勢活動 所以我相信這個氛圍要氣瀾綠保台灣 要能讓這個政治環境能翻轉 這個意願是非常強烈的 那只有民眾黨才可能完成這個任務 那再來就是說我想可能 這個韓先生可能是黨部內部有一些壓力吧 因為在我們所討論當中的主席跟他對話的時候 當時不是這樣子說的 他不是對主席這樣子說的 謝謝 韓國瑜在昨晚造勢說柯文哲不是好不好的問題 是贏不贏的問題 他說你不會贏所以要把票偷投給洪航 而且他還舉例說你的選舉像空氣像很熱鬧但是不會贏 這樣啦 以我對他的瞭解 他作為國民黨黨員 還是現在列在國民黨部分區立委第一名 以他的個性他應該是知道什麼就講什麼 所以他也是遭到很大的 我可以了解他是受到很大的壓力 一定要配合操作氣保 其實這個跟他私下跟我講的都不一樣 其實我後來仔細看他講話 這個人在講話裡面還是有潛意識 他說這個不是好不好的問題 他的意思其實就是柯文哲比較好 但是我現在掛在這個位置我怎麼辦 我是可以理解他的壓力 所以韓國瑜 你剛剛有說韓國瑜私下他怎麼樣講 這個齁 我現在不會跟侯友一樣 反正私下簡訊公開拿到外面來念 昨天國民黨造勢的時候還說這幾年 國民黨都有反省改革 你有沒有感受 我的回答就哈哈哈哈這樣就好了 那昨天韓國瑜他在造勢場上面有喊說 沒有就是總統柯文哲 然後院長韓國瑜這一回事 他要大家就是把選票集中給侯康 那不管我是還是蔡壁爾 跟韓國瑜都是朋友嘛 他有他的壓力嘛就這樣 大家理解就好 他昨天這樣會不會擔心 他就是把那個韓粉全部都號召回去 其實齁 這個大概也 大概這樣齁 我認為在這場選舉大概 板塊是大概就三個板塊嘛 而且到這裡大概每一個投票人的想法都已經差不多固定了 剩下只好少數還在中間有你這些是可以去爭取的 其他大陸如果是板塊大概能夠確定 那主席因為侯友宜昨天有喊過 你是很好的人才 未來主席很好的人選 他還說不會操作企鮑保 他講這一句就是在操作 他說那個阻隔的話你人是要的 不是啊啊這個 我跟你講喔 這就是人家說正直誠信 你知道我就覺得 啊你明明在操作企鮑保 講一大堆 我還說這是公開場合 我也不想去講 人家說不要 不要口出惡言 就這樣 所有最可愛的鄉親 各位桃園的好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今天我們最重要的侯友宜總統 趙少康副總統候選人 國民黨朱主席 張市長 蔣市長 在台上所有的貴賓 因為時間關係 就不一一成乎 在這裡向所有的新聞界好朋友 各位里長代表議員 最重要 我們可愛的桃園的鄉親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只報告三件事 只報告三件事 請大家聽清楚 讓我說明白 第一 當賴清德說出 中華民國是災難 中華民國憲法是災難的時候 他已經沒有資格 參選中華民國總統 大家說對不對 對 沒有中華民國的保護 沒有政府的照顧 一個礦工的小孩 怎麼能當上中華民國的副總統 然後現在來準備參選中華民國總統 這是吃中華民國的飯 炸中華民國的鍋 斷中華民國的根 我們全力用選票 唾棄亂信達不 好 第二件事情 所有支持柯文哲的好朋友 請你聽清楚 支持柯文哲 不是好不好 的問題 支持柯文哲 是贏不贏的問題 今天侯友宜趙超康的選票 跟賴清德蕭美清的選票 極有可能 在十萬票之內就會輸贏 2004年 連戰跟陳水扁選舉 最後陳水扁贏得兩萬九千票 不到三萬票 今天只要再一瓶礦泉水 灌到侯友宜趙超康的嘴巴 他們就活過來 贏得這場選舉 結果一大堆 一桶一桶水往柯文哲那裡倒 重點他不會贏 親愛的柯文哲的支持者 請你把選票回流給好友宜 知道大家好不好 所有的槍都有兩種 一種我們在運動比賽的時候 砰一聲 所有的選手開始往前跑 聲音很大 沒有殺傷力 另外一種沒有任何聲音 狙擊手的狙擊槍 直接打到敵人的心臟 柯文哲的這場選舉 是空氣槍非常的熱鬧 但是不會贏 親愛的柯文哲的支持者 再一次拜託大家 把選票全部轉回來好不好 好 其中選票 其中選票 第三件事情 在這裡正式呼籲 郭台銘董事長 請你回頭吧 你是全台灣的首富 是成功的企業家 不要因為個人的愛 恨 情 仇 在這次保護中華民國 最偉大最重要一場選舉 你讓自己缺席 你讓中華民國 輸掉這場選舉 你算什麼 你應該把自己提升 從一個成功的企業家 提升一個偉大的愛國者好不好 郭台銘董事長 曾經被愛過 可能也被恨過 也愛過別人 也恨過別人 這些都不重要 2020年 我們一起參加黨內初選 他輸了我贏了 他一樣 一樣 對我造成傷害 所以後來道歉 我笑一笑 親愛的郭台銘董事長 以及所有郭董事長的支持者 請你聽清楚 在中華民國這面旗幟之下 我們每一個人都渺小不足為道 這是一場中華民國國運最重要的選舉 拜託你 不要缺席 如果 因為你的缺席 讓侯友宜趙超康 輸掉選舉 你一定會後悔的 人的一生 很短很短 幾十年就過去了 讓你生命最後一刻 用你最後一口蒸氣 最後一點力量 立刻回到台灣 全力來 捍衛中華民國 支持侯友宜 都有責任 拜託從桃園開始 我們一人一起 保護台灣 政黨輪替 人民勝利 好不好 再次感謝大家 侯友宜 郭董事長 還有所有桃園的文化委員 請大家全力集中選票 打一個大勝仗 謝謝 鉄砲 給我一個院長 郭陽迅 給我一個院長 郭陽迅 給我一個總統 郭陽迅 給我一個總統 郭陽迅 入口